主持人 讓我們掌聲歡迎TFBOYS 都不認識了 長得好高 歡迎TFBOYS作為我們中國00後的超人氣男團 王俊凱 王源 易陽千禧 三個00後的小鮮肉 用他們最純潔的歌聲和笑容 一舉創下了華語樂壇的最青春符號 已經席捲了各大頒獎典禮和綜藝節目 當然他們正能量的形象也是所有樂迷如此喜歡他們的原因 哈囉 三位那邊先拍個照 來 往中間站好 不用擔心 有 更加鬆 相信現在所有的粉絲們都已經沸騰了 今天三位穿著的非常帥氣 黑馬王子的形象 好 欢迎来三位来到我们的红毯中央 欢迎 哈喽 又见面了 来 欢迎你们来这边 先给这边的媒体再一个拍照的时间 好 来 我们拿上麦克风 有请我们的TFBOYS跟所有我的QQ音乐的朋友 打个招呼 来 这边镜头那边有好多亿万的粉丝在收看我们的直播 三位 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欢迎 来 分别问好吗 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大家好 我是王源 大家好 我是一阳千玺 就一年的时间没见 你们三位就像春笋一样 俊凯已经快跟我一样高了 我的妈呀 欢迎你们三位今天光临我们的现场 要问一下 最近是不是发了首新歌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对 这首新歌叫《宠爱》 也是依旧是轻松欢快的曲风 但是呢 依旧是轻松欢快的曲风 就加了一些暖心的歌词 暖心的歌词 听起来特别的青春阳光 非常青春阳光 王源你在想什么 没有想什么 就是这首歌呢 也表达了我们对所有粉丝现在的心情 就是想用我们的努力呈现最好的宠爱给你们 谢谢 我们这样问一下 问一题三位 每个人都要回答好了 你们最近一次或者说去年一整年 觉得被宠爱的那一件小事是什么事情 每人说一件 觉得自己被宠爱的 谁先讲 就是去年暑假 我有暑假也只有两三天回家的时间 然后后来开学前一天回家的时候 就是弟弟好久没见到我 然后一下子冲上来就喊哥哥哥哥 他当时还不会喊哥哥 就喊多多 多多 对 特别幸福感觉 多多多 你就感觉自己被宠爱了 对不对 对 这是弟弟给的温暖 俊凯 我呢 是哥哥给的 就是因为我哥哥去当兵了嘛 前段时间 对 然后他回来之后呢 因为他是 教我音乐的启蒙老师相当于对 然后我一回家 我哥哥就回来 就特别亲热 就是他 感觉到以前小时候被他宠爱的那种感觉 好久没见的哥哥回来 对 这两个都是跟兄弟之间的感情 王源 我的话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挺感动的 就是 所有粉丝都是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我庆生 就觉得非常感谢 非常谢谢他们 OK 粉丝带给的宠爱啊 今天晚上我们的QQ音乐 甚至有很多的无数的前辈歌手也会来 你们有谁要期待见到谁吗 最想见到谁 我最喜欢Winner哥哥 Winner 哇 千玺想要见到Winner 俊凯 我觉得就前辈都挺好的 都挺想见 都挺好的 能见到都好 是不是 王源想见到谁 我还是想见到JJ林俊杰哥哥 多学习一下 JJ林俊杰啊 没有人想见我吗 好了好了 走吧 欢迎你们三位 来这边休息一下 来 欢迎 欢迎 好 我们继续 好 我们继续